北宋崇宁两年的二月 河南汤茵县的一个普通农家迎来了新生儿 他的父母为他取名为岳飞 这个少年天生勇武 力大无穷 他曾拜周同和陈广为师 学习刀枪骑射 二十岁的岳飞选择投军报国 他经过选拔 成为大宋的一名赶战士 四年后 金军攻破太原 南下围困开封 从平定军中突围回乡的岳飞 目睹了金人对百姓的杀戮 老母亲在他的后背刺上 尽忠报国四字 勉励他积极抗金 靖康二年的四月 金军从被洗劫一空的汴京撤出 带着灰侵二帝北上 北宋灭亡 史称靖康之变 这一年五月 刚继位的赵构便准备避战南迁 十年二十五岁的岳飞得知消息后 不顾自己官碑直堤 也要向赵构岳籍上书 他请求赵构亲率六军北渡 恢复中原 然而他的耿耿担心却只换得小陈月职 非所遗言的八字批语 但他的抗金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三年时间里 他先后跟随张索和宗泽多次击败金兵 不过金兵虽已败退 北伐却难以成行 宗泽上书北伐的奏章达二十四次 却始终没有得到赵构的支持 宗泽去世后 抗金形势不断恶化 一支名为岳家军的部队挽救了危局 岳飞率军在牛头山大破金兵 在收复建康后 他在岳州见到了赵构 这是君臣的第一次会面 三年后 在平定各地的叛乱之后 岳飞着手北伐 四年初春 他将赵宋王岐再度插上沦陷之土 襄阳六郡重归宋庭 绍兴八年冬 秦桧代表宋高宗跪在金人脚下 南宋向金国奉表称臣 不过 赵构和秦桧的太平幻梦很快又被惊醒 绍兴十年的五月 金兮宗撕毁合约 完颜宗碧亲率十万大军南下 宋高宗命岳家军火速之源 岳飞接下了出师诏书 亲率子弟兵北伐中原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对完颜宗碧形成了六面包围 然而 历史总是充满了遗憾 就在岳家军禁敌朱仙镇 金兵顿逃之时 他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令牌 在朝廷的强压之下 他不得不下令班师 百姓拦阻在他的马前哭声震言 作为胜利方的南宋选择主动求和 他被罢去了兵权 秦桧以莫须有的说法诬陷他蓄意谋反 曾经一度挽救宋廷 几乎光复中原的岳飞 却遭到了自己人的陷害和毒打 公元1142年的1月27日 一生忠心卫国的岳飞 在大理寺的狱中被残酷杀害 生为农家之子 少年苦练武艺 二十岁从军报国 三十一岁出师北伐 三十七岁挺进中原 三十九岁含冤欲害 岳飞走完了自己赚怀激烈的一生 他的阴魂热血已经渗进中国人的体内 千古不息而世代相传